謝謝亞太廳藏運動會代表團授旗典禮 典禮開始 我們有請我們這一次代表團的團長 也就是我們的國策顧問鄭錦州團長上台做團務報告 我們總總還有代主委 各位長官 還記得我們在2009年台北青藏奧運開幕的大典前戲 我們的國家代表隊也是在這裡舉行隆重的授旗典禮 承蒙我們長官的看重 讓錦州有機會跟隨清藏運動建合參加首度在台灣進行的奧尼匹克盛會 並以十一基 十一銀 十一銅 講函名列全球第五的輝煌成果任務 當時的代表團四七雅高昂徹底發揮了永不放棄的精神 經過媒體密集的報導深深感動全果零星 相信大家記憶有心 三年過後 今天錦州再度擔任我們國參加 2012所有第七屆亞太青藏運動會代表團團長 再度以青藏運動建合結業 即將出征韓國深感責任重大 必須帶領大家再次慶祝歷史性的佳績 為國家爭取更大的榮耀 我們代表團一共有八十四位選手 十九位教練 十一名兵隊及十六名職員 總人數為一百三十名 為本屆青藏亞運規模第三大的代表團 我們也是奪金的主力 我們將以爭取二十五位金牌 獎牌總數達到亞太前三名為目標 更感謝副總統及代諸位 擺盲中特別前來為代表團授起 有了副總統的鼓勵和加持 我們更是信心滿滿 相信必能達成任務不如使命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已 也祝福我們中華建俄期待得勝 凱銜歸來 謝謝大家 謝謝鄭同學 授起 我們請行政院議員會主委 引導我們副總統上台準備授起